鈦這三橫非常的粗非常的緊密 靠得非常緊 但是它的起筆動作不一樣 筆畫的質感也不一樣 它想要呈現的 雖然都非常的緊密 可是它的質感起筆動作都不太一樣 這是它厲害的地方 寫完以後記得 上面伸長 逆上去 張開 兜回來 這裡又一個 張開 這一次是右邊的張得比較開 而且右邊到這裡 變成類似一樣點 湊出 這邊短這邊長 然後中間是屬於 中鋒式的直勾 那你就要保持所謂的 中鋒逆上去 中鋒式直勾 因為它怕勾起來稍微有點側 再起來 其他地方習慣常都會側一下起來 動作非常的小 所以這邊產生一個 尖尖的點 這個動作要熟練 特有的筆法一般人不會這麼寫 過來以後 挑上來 這種硬帶一定要做出來 不管你有沒有中間停頓掉 這種硬帶的動作一定要做出來 好 Tie 舟 舟 點用力按下去 戴起來 起筆下來 細細瘦瘦 撇出去 然後帶回來 兜一下 上去了 起筆按一下 圓勁的下來停著帶上來 掉一下 彈上去 起筆下來 稍微往右下斜 準備要勾起來 不要讓它勾不起來 走 銀 上面這很短 但是按下去以後就拉下來 斜的這裡非常方硬 然後這記得拉長兜回來 心速的動作停著 再兜回來 重點在前面這動作一定要做出來 這個字才會好看 然後兜上去撇 後面用力甩出去 這地方用力 一定要做到 好 銀 尖 尖 點 拉動 掉上去 戴下來 撇股下來 短橫 不要太長 用力 加上粗細 折下來 然後這裡 非常的長 而且兜回來的動作 這個動作一定要做出來 在心速裡面 非常的明顯 在心速裡面 非常的明顯 這個動作一定要做出來 那一點點漸漸一定要流出來 這代表行比流暢 也許你斷掉了 但是有那個動作看起來就非常的靈活 好再來 直畫不是直的喔 向中間集中 不要以為直畫都直的 欸 他還寫出頭 超過來一點點 照著他寫就對了 然後這起筆以後往旁邊 左邊 中邊 中間 中間帶起來 點 他是有方向角度跟流動的 好 尖 劍 劍 劍的左上角寫得非常的高 7比 流動一下 左上角 這個 右邊更高 這個拉得很高 然後 跳上去 停 好那這一個 代表一個口 抹過來 彈回來 點 撇過來 加上這一個 刷 刷動的感覺 然後這個比較圓劍加上一點粗細 而且通常這邊會比較長 戴起來以後再點 點以後逆回去 所有的筆畫其實 連得非常的明顯 兜起來 然後滑過來 滑過來 這種 新書的感覺一定要保留 然後這個莉亞很可愛 記得要寫的右下角一點 是非常標準的動作 不要演他寫錯了 他寫得非常低 在寫的過程中 還要加一點粗細喔 一點粗細彈性 不要把他寫得方方硬硬那難看 這個兜起來不是兜好命的 勾起來是為了撇這裡 那這裡 低高低 確 這個棗 這個棗要寫的 要寫得 扁 然後緊湊一點 那他這裡 不是很粗 但是上面這兩根 雞腳 一定要把他寫長 很多人上面都寫太短了 就扁塌了 不好看 好風好 然後注意這個 這種兜回來的感覺 前面細縫一下 留著 兜回來以後 他從這邊這樣甩出來的時候 有送出的感覺 甩出去的動作 然後再回來 收斂 再回來 長長短短 然後再回來 用力 兜上去 到底是為了撇這一撇 撇記得還要兜回來 點 這個點要拉流動到最後 有點從下方 送出這種 樣子 有點送出拉尖的感覺 濃 是 是比較受停 這種受停的筆劃 中間 間隔距離抓好 然後寫得比較方硬 間隔距離後 這個間隔 這個間隔 每個橫畫的間隔 都要一致 但是因為是行書 他用某種程度保留行書的 這種流 流暢的感覺帶起來 兜回來 兜回來 前面這些都要保留好 否則就不像行凱了 前面這個非常重要 那寫完以後 戴上去它是逆式的 所謂逆式後 你戴上來的筆從下面 多多多多多 當然是這樣逆上去 所以這個前面筆並不是尖的 這樣可以逆可以保持中鋒 勾上去 這後面稍微長一點 再勾上去 所以其實勾到這裡 其實有心理準備 然後它勾這裡常常都會尖出一點點 是 我會不會再試試看看 會不會再試試看 在這裡